先開始,歡迎大家來到Parasite的Pay Studio Visit 我是Assistant Curator Kobe 我們今天邀請了藝術家邱國強跟我們分享他的創作 如果大家在期間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Chatbox留言 阿強也會解答大家 那把時間交給你 Hello,我是邱國強,可以叫我做阿強 首先很感謝Parasite和Kobe邀請我這次做這個Studio Visit 其實我自己都很少去跟人說自己創作背後的事情 很多時候只不過是從著作品的表象去解釋 很少去很深入地說自己的作品 所以也感謝有這次的機會 其實我是2012年在理工大學設計學院畢業的 我其實是讀Visual Communication 在讀書的時候 其實我跟另一位香港藝術家 陳偉納 其實我們就一起做了一個插畫的群組 叫做Dirty Paper 其實就2010年開始我們就做很多不同類型的創作 慢慢就開始會在一些藝術機構有一些參展 慢慢就開始有不同的展覽 所以稍後開始我會有我們Dirty Paper的第二個展覽 叫做《你再煩惱什麼》 是2016年在K11 Chia Space做的一個展覽 那我覺得這個展覽對於我自己 或者對於我和藝術兩個人 其實在之後的發展都是一個相對重要的一個展覽 那時候那個展覽其實是做些什麼呢 那大家那時候差不多去30歲 就開始在想其實自己有些什麼 就開始在注意自己其實在煩惱什麼呢 那整個展覽其實就是關於煩惱 那時候我做了兩套作品 那其中一套叫做《Everything's Always》 中文名叫做《我再煩惱什麼》 那其實就是畫了16首不同的歌 有英文歌有中文歌 那些都是我一直以來都很喜歡聽的歌 那以前小時候聽歌呢 是不理那些歌詞的 只是覺得那個音樂的旋律 或者那個節奏是很適合聽 又或者某一類型的音樂的風格 是自己喜歡的 就會不停聽 那就從來沒有理過那些歌說什麼的 那我想是真的去到這一件作品的時候 才開始認真去看回每一首歌 其實那個歌詞是寫了什麼 其實那些歌是說什麼 那等一下會再說多一點 那另外也做了一套圖詞的作品 叫做《池邊有人》 那那時候其實就有一次去 去泰國旅行浮潛 浮潛下去呢 就聽不到聲音 那我覺得是一個很恐怖 而且我本身很怕罪 那在一個完全聽不到聲音 和很不安的狀況下 我這個感受我覺得是很難忘的 那所以去到做一個展覽的時候 我就有一套這樣的作品 好像一班在泳池邊 在那邊閒氣的人 好像很悠閒 那但是其實我其實都是想表達回 那時候的一些 不是那麼好的感受 那說多一點就是這個 《可在煩惱》什麼這套作品 那其實就有十六首不同的歌 那就是那時候 我為什麼會做這個作品 我會在這裡看回自己 一路以來去面對問題 或者面對一些煩惱的時候 其實我是怎樣去處理它 就是我會是解決它 還是我會去逃避它 那我好像後者居多 就是我會是選擇 屈賣自己 不說自己的感受 就是我只是一個這樣的人 好像去聽一些歌 進入了一些狀態 Count of好像process了自己的一些情緒 這樣就好像解決了一個問題 那所以我自己去選擇這十六首歌的時候 都是在可能是觀察自己在一六年的時候 無論是自己的感受 社會對我 社會給我的一些看法 甚至乎可能在不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有什麼問題 我會是用那些歌 好像解決了一些問題 那這個其實我整套作品 我就是在不同的歌裡面選擇了一句歌詞 然後我再看那個MV裡面 我覺得那個畫面和那個歌詞 和我自己這三樣東西 本身有一個連結出現了 那我就選擇了出來去做這十六張的作品 那這組作品呢 全部都是用粵筆去做的 那我刷了一些歌詞 然後釘了在那個畫面裡面 那我覺得這一組作品 我現在看回呢 其實我會覺得是 對我之後的創作其實是 都幾大的影響 因為我的創作其實我覺得 是很需要有音樂去做一個切入點 去帶回一些情緒出來 去給自己去跌回那個狀態去做作品 另外就是我覺得這組作品開始 我不用顏色 純粹只是用黑白去處理 那慢慢下去都是自己覺得 不如試一下可不可以不用任何顏色 那就用黑白去表達一些情感 那做完那組作品之後 我就沒有怎麼做自己的創作 那我就走了去學紋身 那純粹自己在studio裡去練習 去試一下可不可以摸得熟這個技巧 那剛好呢 在那段時間呢 又有一個展覽的機會 就是可能是跟一些手工藝有關的 那又 就是展覽那一邊 又知道我學著紋身 練習著紋身 那就有一個機會去做一套作品 那其實我畫了 就是用紋身槍畫了一些圖案 做了一條animation 就是我會覺得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 好像摸縮了一個技巧 然後就開始在自己身上去試一下紋身了 那這個我忘了是第二個還是第三個 就是幫自己紋的紋身 藍色這個 那其實呢 都是拿回剛才那一組作品裡面其中一首歌 《Everything Will Flow》 是《Spray》的一首歌 那這首歌其實我自己很喜歡 那我去做一個紋身一圖案的時候 其實我好像再重新去拆解完整首歌 我很想 即是首歌其實好像說 所有東西都會 最後都會是沒事的 都會好像流水這樣流走 那所以我就在首歌裡面 我數一下又給了一個flow字 那我就把它變成一個流水 這樣在自己身上記錄了 那雖然好像這一首歌說自己很喜歡 是好像很影響自己的其中一首歌 但是其實我自己看回 我去面對一些情緒 或者面對一些發生了的事 我不是那麼容易 let go 到的 就是我會其實是收收麻麻 是自己在那裡織織麻麻 不同人說 就是在那裡純粹自己在那裡 惹毛這樣想著什麼事 那一路做紋身的時候 有一個習慣 就是我在studio很喜歡做到沒有巴士 那我就凌晨可能12點多 1點至2點這些時間 我就在studio沿著城門河下回家 那整條街沒有人 我覺得很舒服 那我就開始慢慢去留意 身邊見到的一些事物 那為什麼我會拍這一張照呢 那其實是那時候我家裡 有一個長輩就過了生 那他過了生的那些時間 就差不多是中秋節那些事份 那我覺得是有一個關係 就不知道為什麼會在那段時間開始 很留意月亮 然後在火炭有一個屋苑 它上面有很多個圓形的頂 就是看上去好像有很多月亮 在天空那樣 然後在studio裡面 那個抽氣扇的窗 那我就不安裝抽氣扇 因為我覺得這個圓形的洞 就是我可以在一個室內的環境 透過這個洞 看到外面天空的變化 我可以看到月亮的軌跡 看到月亮的變化 看到天空不同的情況出現 就是好像一個 一個tunnel我可以接觸到的天 那天跟我溝通的一個渠道 然後在凌晨回家的時候 不停看河邊 即河的一些水上面的一些倒影 會很留意一些光打到水面上面 它本身可能是一個實體來的 但是它落到水面拆解了 甚至乎可能是個月亮的倒影在水上面 好像將一些很遠的東西跟我的距離拉近了 所以那時候就拍了很多這些片段 去記錄自己的一些觀察 即我是很喜歡那些 好像那些實體 慢慢散開消失的一個感覺 甚至乎那時候又會留意一些很少 很微細的 可能一些其實大家平時不會留意的東西 例如好像這一塊一塊布膠 這樣在水上面飄 即是會不會有很多幻想出現的 因為膠袋在水上面 慢慢地飄上 所以我覺得這些觀察 慢慢其實影響到我自己一些 紋身上面的創作 即是水這件事好像變了自己的一個 可以表達到一些狀況或者一些情感 再加進去不同的客人的一些故事裡面 我覺得是 是有一些connection 之後一直做紋身的時候 我就發現 我剛才有說 我不是很喜歡講這些感受 我很喜歡講自己的東西 但是我去做紋身的時候 其實我就不斷去聽別人的一些故事 而其實我很多時候接收到的一些故事 都是一些很負面 很相感的東西 好像這三個作品一樣 其實都是一些親人的一些離去 但是 慢慢會發現自己 是一個聆聽者 也都將他們的一些故事消化了 用一些相對 抽象 相對平靜的一些方法去表達一些情感的時候 就是我發現原來自己是有一個這樣的能力 可以做到一些這樣的創作 那不如 嘗試將自己一些收收慢 收了很久的情緒 再寫出來去處理 我想問一下 其實你去 就是你剛才說 你開始去錄一些畫面 然後把它轉化成一些紋身作品 這個時間大概是幾時 這個時間應該是 年份都不太記得 我只是30歲前 我只記得 應該是100年左右開始 為什麼我這樣問呢 是因為我印象中的Dirty Paper 是一些 怎麼說呢 比較多一些色彩 嗯 然後 比較有型的東西 還有 我想 當時 我會覺得 當時我有些小時候 我會覺得Dirty Paper 是一些很Hip的東西 是啊 然後 但是我剛才聽你這樣說 其實我看到你那個創作 是慢慢 變得越來越簡化 嗯 還有變了做一些符號 可以這樣說 我覺得是的 嗯 是啊 我想 因為當時始終是兩個人的創作 會有一些公開 會出現 就是 好像你剛才說 Dirty Paper 的一個形象 好像很Hip 或者是相對 開心一些 Energetic 但是如果我把自己 這些 好像很Dark 或者是一些 不是那麼好的東西 放進去 其實有一個衝突 在這裡出現 所以我就會覺得 不如我試一下 把那些東西 收起來 嗯 之後有機會 可能是 或者怎樣的時候 才會再拿出來做 這樣 所以可能來到現在 自己的創作 才是真的 自己 最真實的一面 嗯 嗯 我覺得 這個感覺是很明顯 就是我的觀察 對 是啊 是啊 然後 一路做紋身 然後開始想 不如都應該要開始做一些自己的創作 因為好像 你剛才這樣說 好像找到一些符號 或者找一些方法去做自己的作品 那 去到 兩年前 那 開始覺得 身邊有一些東西真的開始慢慢消失 那些東西未必說是一些很實在 很實體的一些物件 或者是一些事情 就是可能會是一些價值觀啊 一些相對是 比較虛少少的東西 那 例如 在 那時候 我會開始意識到 有一些 大家可能已經習以為常的一些習慣 以為是可以保持著 會去做的一些動作 但原來已經不可以再去做 那所以我就做了一件 叫做六月練習的作品 那其實就是一個stop motion 那我就 那時候印了三十幾格 黑色的格仔 那我就拿 拆子膠 在裡面去拆一些 火 一些蠟燭的光 那 那 一路拆的時候 好像很想 做一些相同的形狀出來 但是一路拆的時候 會發覺 那個動作 自己那個情緒 或者放下去的時間 很影響到 那個拆子膠 和那個格仔之間的互動 那 我覺得慢慢這個變成是 自己另一個在 畫畫以外的一個 表達的手法 那 最後我就做了這麼多格 這樣的 雜燭光 放在一起 就出現了剛才那個影片 然後在那段時間 又開始很留意 夜晚一些不同的物件 我覺得都是因為紋身 是很 一路想紋身圖案 其實很留意 身邊一些很細微的物件 那 例如 那三條柱 那一陣子 我有踩單車的 那我踩 fixed gear 那時候 那 沒得 沒得 其實很害怕的 我自己 但是 又覺得好像很帥 那我就踩一下 那我自己踩單車 就算是 有得 有得 我其實 一路以來 我都很害怕穿過那些柱 那 所以 變相 我就很留意那些柱的出現 那 那時候 就拍了很多這些 的照片 那 也都 很留意那些柱的一些影 那 那些影子 和柱本身 那個關係 其實是 可以 說一些故事 那我就做了 這幾個的文身圖案 那 那可能 那些人 未必知道我其實說什麼 但是他們 可能就看過圖 和自己一些經歷 connect了 他們選了去 將這些作品 紋在身上 那然後去到 20年 年尾的時候 有一個 group show 都在JCCAC 那 叫做 房子市 居住的福島 那 就 是有兩個 創作者 就是John Howard 和Gary Yeung 去拆展的 那 那時候邀請了 不同的藝術 那那個藝術 那那個藝術 就好像 給了一間房 就是叫做房 只是 給你去 用房子 一個container 去想自己的創作 其實是一些什麼 那 那時候我就 就想著那個房子 是一個 幻影 是一個 illusion 那為什麼我會覺得 是一個 illusion 其實去回 去回 去想的時候 我會去想 其實房子 是一個 給自己去獨處的空間 那 但是我 那時候 在家裡住的時候 其實我 從來都沒有 自己一個的房 完全沒有私人空間 但是我是一個很需要獨處的人 那 而那段時間 我經常晚上 在studio 走回家 那段時間 就變成了 是我自己 獨處 和自己聊天的 一個很重要的時間 那 而我在街上 看到的一些物件 其實 就很容易 跟自己的一些 經歷 做了一個連結 那 就好像有一些感情 投放了去 那些物件上 那 所以我就 整套 作品 就 呈現會是這樣 那 作品名叫做 開始到最後 Begin the end 那我在這一次 創作裡面 我就真的 開始 由一些 歌詞 去影響了我自己 創作的一些動作 例如這兩首歌 Polus Rain的煙花 和 More Revert的 推阿浪花 很影響到這一次 即那一次的作品 做的一些動作 那太多的辯金 也有機會忘掉了 我會覺得 我在做這個創作的時候 我很想找一些相同 但是又好像找不到那個相同 也都可能在一些重複的動作之下 在做一些事情 可能那個情感的抒發 慢慢我已經忘了那個情緒的狀況 會是怎樣 那其實大概會是由這些歌去出發 那另外呢 有一隻碟呢 就是Pasebo的Loud Light Love 那這一隻碟呢 我是每一晚 是每一日 每一晚 回studio之前的那輛車 我就開始聽 其實呢 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創作是很需要 依賴一些負面情緒 甚至乎 我是將一些 收埋了可能是兩年以上的 一些感受 挖出來的時候呢 我是很依賴音樂 去被自己 跌入那個狀態 那這一隻碟 我就覺得是 很棒的就是 他在十首歌裡面 好像經歷了一段很轟烈的愛情 那樣 由熱戀 開始發現有問題 接著去到 要分開了 那我每晚呢 就好像 跌入了一個這樣的狀態 然後回去做愛者的作品 那在這一套作品開始呢 就主要用Charkle 去做自己創作的末介 那我會填黑一張紙 印走一些符號 或者一些object 然後再擦掉它 那不斷重複印和擦 其實我都覺得 是好像在經歷我 give and take 我好像在把一些東西 在一張紙上 我又好像拿走了它 但當我掃走 又再印又再掃的時候 那個 得和失的狀態已經模糊了 那也都有另一個 installation裡面 有一個stop motion 都好像剛才那個 蠟燭光一樣去處理 嘗試在這些格子裡面 去拆一些月亮出來 嘗試在正中間 一樣大小 做一個perfect circle 但是到最後會發現 是不會有一個重複 或者不會有一個自己 expect 會出現的 outcome 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這麼鍾情於黑白 因為其實你大量的創作 都是黑白色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 因為dirty paper 之前是一個artist collective 不知道你會不會這樣去define 那到後來變了做個人為主的時候 你覺得那個差別最大是什麼 可能先回答第二條 我想那時候是 就是有很多時間需要磨合去做一個 大家都有相同經歷 又或者一些相同感受的一些主題 或者題材去做作品 那也都是有一個好處 就是大家可以有一些互補 就是可能我比較擅長的 我會放下去 那阿納比較擅長的 我會放下去 就是會多一點點火花出現 但是去到自己的時候 我就 我會覺得我是一個很自私的人 我是不理任何東西 我只是想抒發自己的感情 這樣的一個形式的創作 那所以會是 對於我來說 會是 可能叫做舒服些 就是我可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那另外為什麼會想用黑白色去做呢 例如可能我這一組作品開始用charkle 其實我會是由物料開始去想的 就是我會覺得 碳筆這一件事情 它其實好像是很脆弱的 很容易斷 很容易碎 甚至乎我填黑了之後 我一個不小心吹一口氣 它就已經那些粉吹到到處都是 但是我覺得它除了脆弱之外 它是一個破壞力很強的一個物料 它很容易可以弄髒了所有東西 無論是你副畫 你對手 你的衣服 就是很容易就會這樣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矛盾的狀態出現了 還有 可能我到這一刻 我都會想嘗試就是我只是用黑白色去 嘗試表達一些情緒 當然可能現在很明顯會看到一些 是一些比較負面 不是那麼好的一些情緒 但是可能看看之後會不會可能都可以 就是如果有這個需要 會不會可能用黑白去呈現到一些 相對 positive 一點的情感 就是可能現在可以試這件事 剛剛又說到物料 其實這一次創作是很多不同物料的 那我那一陣子很留意一些柱 那我就有一個很強的intention 我很想有三支水泥的柱在這個作品裡面 那我就試一下自己倒一條柱 那倒到一下它就一聲爆開了 那然後就用一些法普交心 就是做個心一下一下批上去 那所有東西呢 我一開始去幻想的時候都要很容易做 倒下去就是了 慢慢批上去就是了 那當我慢慢批的時候 一邊批一邊批 會發覺 你越是想批得平它 它就越不平的 你越批 個人就會越躁 然後腰越來越痛 那我就開始會發現 原來我在跟這些物料有互動的時候 我多了留意身體的狀況 和自己的情緒 原來這些東西是完全有關係的 甚至乎 就算我最後出來的作品好像很平淡 但是其實它裡面是盛在住了這些這樣的情緒 那所以去到裡面就有幾組不同的畫面 那其實那時候主要是想製造一個 好像室內去到室外的情況 那所以這四張的這一組的畫面 其實就是我每一晚睡覺我看著那一座山 那裡面有一滴白色的 一個好像是流星 又或者是一個 煙花殘留的那一點 那好像在說有一些東西慢慢消失 那然後有三條柱 嘗試在自己的地方做一個障礙 可以穿過去 甚至嘗試可不可以用這三條柱 去同光和影的關係 去做一些互動 一些感覺出來 那月亮 那時候我會很 甚至乎到現在在紋身上面 都會很常用到的一個符號 那月亮下面就有一杯水 那這一杯水就是剛才 有一個stop motion出現的 那這裡有一個video可以看一下 那其實就會想 好像是 那杯水的水面上面 有一個月亮的倒影 好像我用了一杯水去 塞住了月亮 就是這樣 那我想這個是第一次 用一個video和installation的形式 去做的一件作品 那在杯底就會看得再清楚一點 是一個這樣的一個狀態 就是好像一個月亮在水面上面 搞一個浮動 那樣 那也都想好像借用這個水杯去 去塞住一些已經過去了的東西 那樣 然後那三條柱 還會有兩張droid 叫做the two of us 那都是玩回那個柱 和那個影子之間的關係 去表達一些東西 那 一個關於水泥的問題 就是 因為你剛才就是說 你原本的想像是做一條很光滑的水泥 是 那我看這些相片其實都不是很平滑的 那在那個物料的控制上面 你中間經歷了些什麼 還有你最後怎樣決定 是這個狀態 這樣呢 嗯 我想去到一路做的時候 就是你會發現其實 那個物料其實是呈現你當下的 一個情緒的狀態 那所以我慢慢 理解到這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想算了 我不要再做平滑了 就是這三條柱 就是記錄我 做這個作品的時候 那個情緒 我就由得它 是這樣呈現出來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可能 這三條柱 是在整組作品裡面 是相對 最大聲的一組作品來的 是啊 這樣 那我們再下 這個就是那時候整組的作品 然後呢 就去到剛剛 今年年頭 在Gallery Exit 跟阿立 阿矮 的一個聯展 叫做請思著以雙手集務 那時候我們邀請了 James Lam去做我們的策展人 那他就嘗試幫我們三個很不同的作品 去定了這個主題 那其實我們三個都是 對一個地方的一些感情 其實都是對香港的感情 那時候我那組作品呢 就叫做 Waiting for a girl like you 那中文叫做 日出過後座會面 那如果 如果 對Waiting for a girl like you 這句字有認知 其實會知道 其實它是來自 藍妹啤酒的廣告歌主題曲 那 其實整組作品呢 我就是用藍妹啤酒 去做一個起點 去做一個research的study 然後去變成自己的作品 因為那一段時間 就是有一段時間 很留意一些玻璃瓶 那 會摸到 會碰到 會碰到 而去慢慢觀察一些酒瓶的時候 會發現在香港裡面 會有綠色的瓶 會有啡色的瓶 但是 就是 啤酒瓶 尤其是 尤其是香港的品牌 就是 只有藍妹才是透明的 那 也都是 只有它一個 label 是會有一個 woman figure 出現 那 所以我就會很好奇 究竟 藍妹它裡面 其實塞著什麼 除了啤酒之外 那 很直覺地覺得它是有一些東西 那就去research 那 去看回它整個品牌的背景 歷史 就會發現原來其實它是拿了 希臘神畫裡面的一個女神像 叫做 Barritz 其實它是掌管著卓越的 而那種卓越這個concept 是什麼呢 那 會有當時的一些philosopher 會形容為一個小朋友成為一個 這個adult 它需要有的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去令到它成為一個complete human 那所以我會想 就是這個 還有那個excellent的概念 其實它會代表著一些美德 道德 就是一些相對好像普世的價值 那我就會想回 在當下這個社會究竟這個概念 Excellent的概念其實還存不存在呢 又或者一個這麼popular的品牌 其實大家知不知道它背後有一個這樣的故事呢 那一直做research 有很多資料上面的東西 也都去找了一些 在一些二手市集找到一些 他們曾經出現過的一些souvenir 其實好像很不適合的 就開始做了一些東西 那 就開始question 究竟這個excellent的概念 可能對於我來說是些什麼 我這一刻有沒有 又或者是誰值得擁有這個excellent的概念呢 然後去到這一次的展覽呢 我就開始自己做了一個playlist給自己 那它有一個叫做long dark night的playlist 那裏面有十二首歌 那其實都是用這些歌 去寫回自己 可能是應該是兩年前的一些經歷 一些感受 可能是一些絕望的一些看法 對希望的一些渴望 甚至乎是叫自己不要忘記一些東西 那裏面有三首歌 也都會成為了我整個展覽 整個整套作品好主要的一個主線 那When she came here's to hope 裏面有一句是long for a silver light tracing all this dark night 那所有我之後的作品 我會用到銀博去做我一個很主要的媒介 也都到現在都還是keep著會用著的 那然後 叫做white night's farewell to the fairground 是the light still in our eyes 那也都在那套作品裏面會有一些光出現 那而去到最尾 bedroom party的dream裏面 once the sun comes up she is begun 那其實都是在說這個女神 好像在我們日出之前 之後她就會消失了 其實就是這些狀態去做了我這次的作品 那那時候就 因為去study這個女神像 那我就在那裡想 我可不可以在一些3D print的網站上面 很直接找到這個女神 我去把它放大 縮小也好 我還要去reproduce 那但是會發現原來這個女神 是根本都不popular的 你想找根本就找不到 甚至乎在research的時候 她的圖片都沒有什麼 那所以我就唯有在我自己 在僅如找到的一些圖片 去自己scalp了一個初形出來 然後我那次就開始 嘗試用矽膠做賭模 那我就試試玩矽膠這一樣東西 那也都開始接觸一個新的物料 也都會有很多不同的狀況出現 你以為有一些東西你是 預期會做到的 但是去到最後其實 所有東西都不會不斷送你 那慢慢慢慢開始接受到 那個意外 或者一些 unexpected的一些狀況 就是我做了個舞 我嘗試倒一些蠟燭 倒一些水晶 一些樹枝膠出來 但是它會塌了 那個樣子 頭在脫舞的時候會斷開 那這些 就是我又很喜歡做一些 在創作過程的一些紀錄 然後開始留意水泥 再多一些不同的狀態 那原來水泥浸著水 會發出一些這樣的聲音 也都會開始想在創作裡面 可不可能都再加上水這個元素呢 那雖然最後沒有做到 但是我覺得中間這個過程 有一些發現是有趣的 這些都是一些過程來的 那它 就是今次一些新物料 就是例如銀箔這樣 就是我從來都沒有用過 那是畫好那麼多幅畫 一次過去加一些銀線上去 都是初初以為很簡單 然後去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原來 你的呼吸很影響到 那個物料 黏下去會是怎樣 所以其實這一組作品 其實是抒發我自己一個 很大的一個情緒 但是去到這個好像很微細 很細細的部分 我要將自己這些東西 按到最低 將自己可能連呼吸的節奏 都要壓到最細最慢 慢慢去做這一條銀線出來 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所以去到最後 就會是一個這樣的呈現 其實裡面會有三組不同的作品 那會有Drawings 會有Video 會有Sculpture 那其實三件事情 都是好像在這裡重現 這個art reach的女神 我用炭脂 用銀鑼去畫了畫 用樹枝膠和水泥去呈現一個神像出來 再做了一些蠟燭去燃點 去記錄整個女神 它慢慢消失的一個狀態 那所以其實它三個好像 都是很不同的一些狀況 但是其實都是說 我怎樣去重現它 那這些是那時候的環境的照片 我想問你 除了那個女神之外 你還有一個好像 是不是浮標 那是什麼呢 浮波在後面有說到 那可能我再說浮波 那時候就做了五張 六張 五張的Drawings 那其實是好像 由一個遠觀去到近觀的一個 進程去記錄去觀察這個女神 但是裡面是有些東西缺失了 即是沒有了樣子的 然後去到做立體的時候 我很隨意地 將水泥和薯枝膠倒進帽子裡 沒有想過說要把它很完美 很完整的整個出來 那也都會發現 我原來就算我做了出來 其實它都有一些殘缺出現的 那所以我做了好像20個這樣 那其實每一個都會有不同的狀況出現 那然後去到剛剛說的蠟燭 其實就是我把它倒舞完之後 我就坐定定在記錄去慢慢燒 這個狀況 即是我嘗試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倒這個蠟燭出來 我好像想要一個很完美的東西 但到最後我借親手去毀滅了它 所以其實三組作 三件不同的事情放在一起 好像一個循環那樣 我重現 我發現有一些缺失 然後我自己弄壞它 我再重現 那所以就會選擇 好像剛剛看到的圖片 是把三件不同的梅界放在一起 成為一組 很好的 所以去到最後會有六個影片 就由完整 慢慢燒到它 好像變成一團煙 一塊雲 那這個就是剛剛所說的那個水泥浮波 其實這個就是我和阿立那時候一起合作做的其中一件作品 好像是很多年之後 Dirty Paper 一起合作做的一個作品 但是那個形式和那個感覺都很不同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呢 其實是一開始想這個展覽的時候 我很想會 我很想在Gallery裡面 有很多條鐵鏈 做很多障礙出來 那阿立又很想有一些浮波出現 那所以大家會想 其實可能都是屬於障礙物 又或者是一些 用來分隔空間的一些物件 那不如我們將它 我們兩個的想法混在一起 那所以就 每一天去倒一個水泥的浮波 然後大家一起去把它串連在一起 在這個空間裡面做了一個引導 又或者是分隔了那個空間 我想回應一點點 就是呢 因為剛才一開始都有說 就是《Dirty Paper》呢 當初我給我的感覺是一些很可憐的東西 然後一直聽你說 那些 我想差不多 由你畢業到現在都十年 是啊 是啊 就是這個時間裡面 然後 看到你做的作品其實是 很多情緒 可能是月亮的那些 比較個人的 跟親人有關 到後面其實 無論是你整個身體的狀態 還是你那個情緒的狀態都好 尤其是再到 《Dirty Paper》 好像這麼多年之後再合作 而那個合作的作品和之前做的東西 那個風格和那個內容是完全不一樣 然後我就這樣聽的時候 我就覺得 那件事重了很多 是的 我不知道這個關不關 就是人 可能 老了 多些東西 多些顧慮 還是其實這幾年 那個環境都變化得很大 我想 和那個環境 和大家共同經歷的事情很相似一樣 始終現在我們不是小時候 嘻嘻哈哈 就是你關注的東西已經很不同 可能就會再落下 多些少就是當下自己的一些感受 甚至乎是自己和 那個居住的環境之間 發生的事情的一些感覺 所以就會變成一個 好像很重的一個 新的對決心 對決心 之後呢 完這次展覽 就 開始在想 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 那個focus 可能是一些希望 這些好像很意碎的東西 就 自己做了兩張Join 其實都 沒有什麼原因 純粹是 因為有一天隔壁有個小朋友在吹泡泡 就會在想 以前自己在吹泡泡的時候 我們就很開心去撲他 很想拿一隻手去碰住泡泡 但是其實你一碰他,他就爆開 甚至他不用一段很短的時間 其實他已經在天空上面爆開了 我覺得這個符號都很回應到 之前那個女神或者那種希望的概念 所以就 試一下自己做這兩張Joyce 這次開始很隱約地加了一點點顏色 試一下看看之後可不可以 有顏色給自己的作品出現 會是這樣 然後在銀箔的處理 我之前就很渴望做一條很銳色的銀色線 但其實怎麼做都不銳色 到這次我嘗試將那些銀色線再粉碎 好像那些bubble 它爆開了那些爆開的 鹹水 一滴一滴滴滴 滴回到水面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這個叫做自己的練習 是很影響到 現在 展覽中的那組作品 現在 在 SC Gallery有一個展覽叫做 《環有陽光》 有六個不同的藝人一起去展出 我自己就有三張新的作品出現 有一條影片 這條影片其實就是 我一聽到這個展覽的題材《環有陽光》的時候 我馬上想起就是 1988年的時候 看成奧運的點性火關網 這三名的 大家看我 其實發生的事 現在 馬上運動機器的 現在 在電性火之前 大家坐在這條影片 在這條影片 都剛剛有一個 轉動機器的 轉動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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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看到那些白鴿已經剛好飛了 或者坐在那邊的白鴿就一次過消失了 我幫你當時他這一幕 他這一幕其實就在全世界電視直播中 大家一起看著這個聖火燒死了那些白鴿 那我自己當時沒有看到 但是在之後可能剛好去年東京奧運 其實大家都會討論那個聖火 怎樣聖火的儀式 那我就很記得這一幕 那我會覺得聖火奧運聖火這件事 本身是有一個很signature的象徵 而白鴿又有另外一個象徵的意義 兩個其實都是一個很positive的東西 但是當他們兩個放在一起撞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出現了一個很摧毀性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就覺得這一幕 其實用來呼應環有陽光這個題材 是超級powerful的 所以我一開始就已經做了第一張就是做了這個聖火這一幕 那我這三張我這三張作品其實叫做午夜回光 那我這三張作品的中英文的翻譯入面去做一些矛盾的狀態出來 那整個畫面我就很直接記錄那個聖火台的白鴿坐在那裡 我沒有說是不是真的要做到它好像很慘地燒在那裡 但是反而會好像很安靜坐在火裡面的一個狀態 另外就是銀箔的處理 我都會把它變成一些粉狀去做 那它好像將一些希望粉碎了 然後開始留意身邊有很多飛鵝出現 甚至乎有一些不是飛鵝的東西 但是我會覺得它是飛鵝來的 它有一個墜落了的狀態 這些東西都會令我再聯想 就是原來有一些生物是有一個吹光性的行為 它會跟著那些光去飛 就好像飛鵝一樣 但到最後其實它們是被一些我們人造的光去錯誤引導了 去一些它們不應該去的地方 甚至乎可能它們會面對危險 所以就會有另外兩張作品 就是跟飛鵝有關 就是它們在飛過去的暴蟲燈 飛到進去好像被困住或者可能被電死 亦都是另外找了一個這個品種相對大的飛鵝 其實它是需要在一段很短的時間裏面 去找另外一個儀性去交配 但是當它放在我們室內的環境裏面 其實它還能不能等到它想等的東西 找到它要找的東西 那這三張都是我現在剛剛新展出的作品 我想回應一點點 就是你的作品裡面我覺得有很強烈的一種對於矛盾的狀態 一些展示或者披露 例如是那種希望和絕望之間 然後好像除了泡泡的兩張畫 其他其實都相對是很沉重 而且你會覺得有點悲觀 但是我覺得你作為藝術家的那個處理其實挺有趣的 就是你好像是將這些東西放得很第三身的角度 去很冷靜地陳述出來 但是我就這樣看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得到那麼多情緒 是聽你分享完之後 我就覺得其實原來那個波動是很激烈的 是啊 我想不知道是不是都跟自己的性格有關的 就是認識我的其實會知道我沒有什麼情緒起伏的 就是你看下去我好像一個很冷靜的人 我不太出聲 不太說這些東西 但是其實我裡面是有很多事情發生 但是我不說出來 所以可能去到最後就算我一直在做那些事情 那個情緒的醞釀是很強烈的時候 但是去到最後我都好像有一個控制 想令到整個畫面都很平靜很平淡地呈現 所以我不知道關不關自己的性格 嗯 還有我覺得你這種情緒 還有你的作品的概念 其實真的很適合用黑白去表達 就是那個光和暗很分明 嗯 是 所以經常有些朋友 或者有其他人都在問我 或者建議我加顏色 然後我覺得好像現在在這一刻 我好像不太過到自己的關要加顏色 就是這樣 但是你以前是有做過一些很色彩的作品 有的以前 其實我以前是多些用黑白去做畫面的 但是好像相對都是偏塵的 但是我覺得聽你剛才說完探筆對你的意義 我覺得其實它很適合你的性格和創作的狀態 是的 我覺得在這一刻是很適合自己的 嗯 所以我覺得 對於我來說還是有一個很大的空間去探索 究竟炭筆炭支這件事可以做到什麼 嗯 是的 還有五分鐘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摺下來有什麼大計 摺下來有什麼大計 其實在做完Gattery Exit的展覽之後 因為其實我好像那一次才是真正用自己的名字 去present自己的作品 就算JCCC的展覽 因為疫情的關係其實沒有什麼人去看過 因為那時候我就想那個展覽是我自己第一個 用自己名義發佈作品的一個展覽 那時候已經很緊張了 但是到最後都不需要緊張了 然後去到Exit那次就 就是收到很多feedback 都很positive的 那也都想 其實因為Exit那一套作品 其實很多對於希望或者那個excellent 那個概念 其實可能有很多我也還沒說到 那所以其實我希望 看看今年或者明年有沒有機會 都可以做到一個solar exhibition 是的 大部分 那如果想追蹤你 你可不可以展示你IG的一頁 好 這個就是在SC Gallery的一個展覽 這個展覽到什麼時候 好像6月25號 所以大家都還有時間可以去看 那 有我紋身的IG 有我自己的IG 還有自己的網站 還有自己的網站 那大家可以去看看 好啊 那今天真的謝謝你 多謝你的分享 多謝你的邀請 好啊 那我們再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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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